黄莲与爱业 黄莲常用三道十克 爱业常用五道十克 爱业的药用价值甚广 做爱荣能酒百病为酒家所必备 文宫止血为妇科所常用 此物有解毒之功 孙思淼千金方云 樊除热解毒无过苦酸等物 互多用苦参 清香 爱 知子 亭利 苦酒 五美之属 是其药也 孵热毒非苦酸之物不解也 又云 苦身 亭利 清香 爱之属 所在尽有 除热解毒最凉 胜于向之贵嫁药也 爱能解毒 其止甚微 以其气芳香 能辟会 除不正之气 又能逐湿 可解湿毒 至于解热毒 似必有热伤 盈血而见溺血 崩漏 赤力等见证 以其余苦寒清热 要并用方能奏功 若气氛热赤而用之 宁不抱心救火 李时真论及爱业的功用 与肾精辟 他说 爱业生用微苦太心 熟则微心太苦 生温熟热 纯阳也 可以取太阳真火 可以回垂绝原阳 扶之则走三阴 而逐一切寒失 转肃杀之气为融合 久之则透诸精 而治百种并邪 其成科之人为康乐 其功 亦大义 审珠爱业状原阳 驱寒失 解邪毒 止腹痛等功用 不施为治疗 泄力之药药 冻邪不止 阳虚不顾 知冷汗出 腹中疼痛 可赖其晚原阳 如爱台密药 至祸乱冻下不止 以爱一把 水三生 煮一生 顿福 久力不差 须中加智 许其温通中欲收敛之性 如圣济总录至 朱力九下 用爱业 尘体等分 煎汤福之 一颗为末 九煮烂饭和丸 每颜汤下二三十丸 冷烈寒失内服 用其温暖皮肾 散寒煮失 热力营伤落损 立下赤白 可与黄莲同用 既有心散热邪之意 又有和营止血作用 冷热力寒热夹杂 与苦寒清肠药并用 取调和寒热之意 诸如此类 活法在人 用黄莲等苦寒药 要配合爱业治疗 利急 利代步伐家方 如外台 蜜药在张文仲 知热力 及下黄赤水 及黄浓血 似之凡 皮上棱者 要用黄莲八两 熟爱一两 黄百四两 黄琴三两 岛筛为末 以黄辣二两 蜜一生为丸如小豆大 每孵六七十丸 一日三次 孤明之三黄熟爱丸 方中莲 薄 秦并用 泄火解毒 清肠止力之功胜 爱业以行要事和盈血 散欲结之热 且方苦寒太果之弊 黄辣味但性色 能止下粒 蜂蜜和中润燥 三黄 爱业配合辣 蜜 共奏清肠止力之功 今之黄辣不容于酸性之味液 以其与它要围完 至常在徐徐融化 直接作用于肠臂 发挥效用 至法之妙 古人得之于实践经验 输绝不可思议 宋代诸公类正活人 殊之三黄熟爱汤 胎息此方 取黄连 黄白 黄秦 熟爱做汤记 至伤寒四五日而大下 热力诗作 用此方除热止力 取三黄清肠解毒 而爱业之心通温运 又有助于打血外出 可广泛应用于外感风寒 内韵热毒 勿寒发热 腹中疼痛 下粒浓血者 张氏方为丸祭 有取忽辣 逆 此为汤记 胃采二味 同中有益 可以互参 用连 爱二味治疗力 及最早建于肘后方 该书至伤寒下粒 不能使者 一方用黄连二两 熟爱如鸭子大一团 水三生 竹取一生 顿服力止 孤明之肘后连爱肩 以肠肩热毒疏肾 逆冲胃口 故不能进食 且肩加表邪 敬取连 爱二味以清肠达邪 此类邪热下粒 按重警罚可用 隔根勤连汤 但隔根勤连汤罚 和迎阵痛之功 其所主之腹泻 为下粒吸水 肘后连爱肩之适应症 当细便浓血 腹中疼痛 此不可不便 清代一家刘奎 松丰说 亦得肘后此方之意 致连爱肩至下粒赤白 腹中疼痛 礼及厚重 得实则吐之进口粒 要用黄连三克 熟爱六克 水肩服 深得苦泻热血 芳香辟会之意 以鱼之体验 连爱肩不失为治疗 克罗恩病 值得饮用之良方 此病为现代疑难症之一 西方国家患者较多 其主要症状有 立下赤白 体重下降 贫血 疼痛 发热 从口腔到肛门 任何消化到器官都能发病 由以大小肠交接处为肾 小肠臂的增厚 使小肠臂内部变窄 引起堵塞 有的形成漏管 内部的漏管 在肠的回旋处形成 外部的漏管 从肠到腹部的皮肤 或者是肛周的皮肤 往往会带来浓肿的破裂 导致粪便的泄漏 此症原因不祥 一般认为代表一种异常的过敏反应 可能是细菌或病毒的存在而致症状加重 有轻微遗传迹象 西医学对本病的治疗主要包括 一 黄岸药的应用 以控制感染的过程 二 激素的应用 包括口服或灌肠 三 手术 包括局部肠道切除 以及肠道再造 但复发率很高 从克罗恩病的见证分析 大致属于中医力及腹泻的范畴 总观历代医家对下历的论述 以肠内生拥一说颇近似本病的病理 如清代医家蒋宝素问摘医案说 以历之赤白鸣农血 即是雍阳之类 血液化为赤白 即雍居化农之意 历程修系 由雍居成漏之礼 已故农血下注 经年累月不差 此类逻辑推理颇为精大 但肠内生拥说上 不能完全解释本病 克罗恩病之邪毒有其特异性 呈脏气亏虚 寻消化道弥漫扩散 或上亲口腔 或下及肛门 或穿透肠壁 或外亲皮肤 变幻丛生 正邪相薄 于至肠间 则肠道肿胀变窄 生拥成漏 致使病邪身符 不易阔清 邪毒化火 必然伤阴好气 况且未尝失消化吸收之力 气血生化发源 于是正气日衰 久病极慎 由因伤筋好而至阴阳俱虚 关门不顾 要扭转病情恶化进程 非波乱反症 驱突喜心不可 于肠采莲爱肩为主方 以清热肩肠 化毒合影 从正与邪的角度来看 则爱业扶正 振奋未尝功能 黄连驱邪清除邪热 二位并用以奏扶正打邪之功 且寒热相继 少偏胜之弊 用今日的眼光试之 说二位并用 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一无不可 愚如结梗 仙鹤草 白草 木香 娇山渣 黄柏 赫子 苦参 甘草等 均可随症加入 至于激素长期依赖者 寻此用药思路 配合一圣顾下泄礼阴阳之品 可以逐步撤除激素 达到扶正驱邪之目的 鉴于爱业有安胎之功 在历代治疗运力的方济中 常有采用黄连 爱业二位者 张世仪通云 任身立下 有三进无审 一进荡敌常胃 二进慎力膀胱 三进都色至气 盖荡敌则阳气下陷 胎气欲坠 慎力则阴今脱亡 胎师荣养 兜色则浊气欲至 后重转家 所谓无神者 一神饮食之近与不近 二神搜之通与不通 三神复之痛与不痛 四神厚之重与不重 五神身之热与不热 驱邪无望顾护胎原 为正之之要之 是看正之准生之黄连汤 此方主至任身下力浓血 要用 黄连六十克将至后谱 至阿胶 当归 甘将各四十五克 艾叶 黄百各三十克 岩为细末 每幅六克 空腹十米饮条下 一日三次 此方用连 脖肩肠泻热 将 艾文脏散寒 得寒热平吊之意 后谱形气质 气形则长腐遭破一去 焦 归一样盈血 使邪热无损胎原 方要须时尖道 无当敌 胜利兜色之贤 允为任身下力之良计 千金方至产后下力 有龙骨散一方 要用五色龙骨 带者 赤石之 黄百根皮 艾各四十五克 黄连六十克 做散计 每幅六克 一日三次 方用龙骨 赤石之等顾下交气化 连 薄清肠 艾叶温赦 可用于产后下须 气化不顾 肠肩失热 斗流之症 黄百根明弹还 胃苦性寒 别录称其主治心腹百病 金人喊用 有待临床验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